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北京著名的商业街南罗谷巷的南入口 这个视频呢,我们一路向北走 很多人问我南罗谷巷现在被炒得这么火 那现在还能不能来了呢 里边什么样呢,会不会被坑呢 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带您看一下 里边什么样,到底还能不能来 您自己分析一下 我们从南入口进入啊 看到两边呢,开的都是一些商铺 但是这些商铺呢,没有一点老北京的味道 可以说这些商铺啊 在哪个城市的商业街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店铺大多都是一些新兴的网红店 南罗谷巷呢,是南北走向 全长780米左右 与元大都市同期建成的 至今呢,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由于这儿的地势呢,是中间高 两头低,特别像一个驼背的老人 所以当时叫做罗关巷 到了清乾隆15年,改名叫做南罗谷巷 南罗谷巷北侧啊,还有北罗谷巷啊 北罗谷巷呢,就没有南罗谷巷这样商业化了 其实北京人呢,很少来南罗谷巷 除非这附近住的居民啊 更多的喜欢去北罗谷巷 南罗谷巷变成商业街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06年左右 因为当时啊,中西附近呢 多了很多咖啡馆和酒吧 后来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来这儿玩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商业街 后来呢,经过不断的投资改造升级 就变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了 非常的商业化 吃喝玩乐呢,也都是一些现代的东西 可以说是呢,没有一点老北京的味道了 两侧呢,都是一些新兴的网红店 并且呢,这里边的东西啊 卖的也真不便宜 而且啊,这里边的租金啊 贵的更是离谱 像在这儿租一间四五十平米的店店房啊 都得到150、60万左右 你想想,这么贵的租金 它的东西能卖便宜了吗 如果您来这座北京旅游呢 想来南罗谷巷看一看 想来这儿寻找北京的小吃 那肯定会让您大大的失望 因为这两侧都没有北京的小吃 几乎这些小吃店在全国各地都能开得到 如果说您想逛附近的胡同呢 我还是非常推荐您来这里的 因为南罗谷巷两侧各分布着八条胡同 而且这些胡同里边吧 有好多的名人故居 如果您想逛胡同 还是非常推荐您来这边的 比如南罗谷巷西侧的羽儿胡同 就有齐白石故居 还有就是茂尔胡同 茂尔胡同这个名字啊 如果看过环渡哥哥的啊 应该在那部电视剧里边都听说过 有茂尔胡同 茂尔胡同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 茂尔胡同里边有 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 也就是婉容的娘家啊 还有冯郭章的故居 所以说您要来这附近逛胡同啊 非常推荐您来这 就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 这条胡同里边也是涌入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那当时人山人海挤不动 体验感呢 服饰很好 这是南罗谷巷里边的中戏 中戏啊 是明星的摇篮 咱们熟悉的很多演员都是从这走出去的 比如江山 还有张子怡啊 等等一些著名的明星 这条胡同就是南罗谷巷南侧的羽儿胡同了啊 说实话啊 如果是旅游高峰期的话 来南罗谷巷啊 体验感不是很好 因为这条胡同呀不是很宽 来的人呢又是非常的多 所以体验感不是很好 我记得最多的一年 应该是2017年国庆节的时候 据说那几天接待了三十万游客 这么窄的一条小胡同 几天之内接待三十万游客啊 可以说这条街还有附近的居民 真的是怨声载道 因为您别看这儿是一条商业街 这两侧的胡同里边居住的啊 都是居民 这儿虽然是一条商业街啊 但是它是可以骑自行车在这儿通行的啊 你看又有行人 又有自行车和电动车 如果人多的时候啊 你还真的不知道你要躲谁 再往前走呢 就是南罗谷巷西侧的茂尔胡同了 说实话啊 南罗谷巷这条街上真没什么可逛的啊 真不如这些胡同里边 在胡同里边就没有这么商业化了 您可以看看附近的这个民宅 看一看这些老房子 感受一下老北京胡同那边真正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 说实话啊 之前一直拍视频带大家逛北京南城的胡同 像这边的胡同啊 还真没怎么带大家逛过 像南罗谷巷和石叉海这边的胡同呢 房子啊都比南城那边的要整齐一些 而且这些大的院子也比较多 房子呢要看起来比南城的那些要好一些 因为毕竟啊 在古时候南罗谷巷呀 还有石叉海附近 住的都是一些王宫贵宙啊 王爷们比较多 从这一直往前走啊 穿过几条胡同呢 就可以到达蒂安门外大街 蒂安门外大街再往西呢 就可以到达石叉海了 如果您来这边非常建议您逛一逛附近的胡同